7岁杨洋洋跟妈妈杨云录节目,担任店长带领芒娃开水果店,超负责。 提到杨威和杨云的儿子杨洋洋,2014年评级爸爸去哪儿而走火的他,时隔4年,在2018年他又跟着妈妈杨云一起录制了《童年有记》这档综艺节目。 话说,相比当年爸爸去哪儿中的小萌娃,现在7岁的杨洋洋已经长成了一个有担当的小男子汉,不仅个头长高了不少,再次出现在荧幕上的他也越来越懂事。 在《童年有记》这档节目中7岁半的杨洋洋,便担任店长的职位带领芒娃们一起开水果店。 不得不说,相比在录制爸爸去哪儿时很依赖爸爸的他,在《童年有记》中和其他小朋友融在一起的杨洋洋也变得很有担当。 很负责任,不仅帮其他小朋友干活,而且一直都在操心住各种事情。 为此,看到杨洋洋的这些表现后,杨云也表示,我不希望我的孩子那么操心,有点心疼他。 当然,虽然在录制完一期节目后杨洋洋也累得忍不住吐槽,恨不得录完这期再也不来了。 但是,当村长李瑞当众表演完杨洋洋并建议其他小朋友,给这位负责人的小店长一个拥抱时,他也是笑得合不拢嘴,似乎值钱的一切辛苦付出都值了。 期待看到杨洋洋更多精彩表现。 你喜欢这样的杨洋洋?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